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恶心想吐 头晕目眩 全身麻痛等等 十分难受 古天乐经常被颈椎痛和半身麻痹折磨得彻夜难眠 睡不好觉 疼到实在受不了的时候 他才去医院 结果被医生告知 你这太严重了 你已经伤到了神经了 你的神经已经全部坏死了 你要再这么继续下去就完了 回想去看病的这段经历 古天乐满脸惆怅 看得出来他也很害怕 古天乐也知道尽快做手术是最有效的治疗手段 但他当时还在拍摄明日战绩 作为主角 有很多重要戏份 是不能靠替身完成的 由于片刻后 古天乐还是将工作放在了第一位 他让医生给自己开一些止痛药 只要能够缓解疼痛 颈椎痛和半身麻痹的症状就行 后来在片场拍摄的空余时间里 他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在角落里吃止痛药 被工作人员发现后 古天乐就微微挑眉 用眼神示意他 并无大碍 强撑着模样格外心酸 直到电影拍完之后 他才去做手术 难以想象在做手术之前 他要忍受多少痛苦 古天乐故作轻松地说 去做手术就没事了 现在没事了 确实颈椎病没有特效药 手术的确能够缓解病症 确实无法让病人彻底痊愈 稍有不注意还是会复发 网友们得知古天乐的颈椎病如此严重后 纷纷劝他以后不要太拼命了 一定要好好爱惜和保护自己的身体 古天乐一直都是圈内的老模和经验代表 他几年前拍摄一部电影时 眼睛曾意外受伤 缝了八针 医生叮嘱他以后不能见强光 古天乐在片场无数次受伤 却没有让他顶下脚步休息 多年来他始终兢兢业业地拍戏 做慈善 这样的精神实在是令人动容 希望他今后能够劳逸结合 好好调养身体 不要太拼命了 古天乐这次是真的急了 不久前 古天乐和刘青云主演《明日战绩》上映 同样是科幻题材 他的票房还不到独行月球的各位数字 这个成绩激化了古天乐 古天乐不仅是本片主演 还是总监制和投资人 熟悉他的影迷都知道 古天乐是一个科幻迷 家里陈列着很多的机甲模型 拍一部科幻片一直是他的梦想 而这部《明日战绩》 从前期丑备到后期制作 前后跨度长达十年 用古天乐自己的话说 这部影片就是他的孩子 比如他跑了全国好多城市参加录业 为了宣传电影 他甚至对女粉丝说 去看电影的都是我的女朋友 他还跑去新东方董玉辉的直播间宣传 还亲自下场去虎扑等论坛和网友互动 在短视频平台的宣传也是铺天盖地 就是这么卖力的宣传 明日战绩的票房依旧不太理想 古天乐自己也郁闷了 目前来看 古天乐很卖力 但票房数字也是令人伤心 看似打了一场败仗 不过在这背后 有两个问题更严重 值得我们关心 第一个问题 明日战绩的失利 带来的两个不好结果 在普通国人心中 古天乐的路人员 基本上是数一数二的面 一方面 他是大家心中公认的黄种人 言之巅峰 这几年 几十年几乎是一个绯闻绝缘体 另一方面 他热衷慈善 在内地卷了不少的学校 自己的不声不响 又让人心生好感 当然这些年 他也拍了一些烂片 对此 他从不避讳 甚至很直白地说 明知是烂片也要拍 因为底下有一帮兄弟 等着开工吃饭 他不拍 整个行业就生存不下去 这次 他好不容易拍了一部新学之作 想要让大家知道 所以主动走下神坛 四处赶场 只可惜 他的拼命 没能带来好的结果 这次滑铁路之后 往前地说 古天乐可能会失去资本的信任 在之后的港片拍摄中 他的话语前 或许也会面临下滑 往深地说 古天乐现在就是 港片人的领军人物 很多人就是指着他吃饭的 这部电影赔了 对正在删入的港片 也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就理解了 古天乐为何这么急了 第二个问题 古天乐做了一场 几乎必败的赌博 古天乐从来都不是一个赌徒 但是明日战绩的推出 确实可以用一场赌博来形容 不仅因为影片 4.5亿的巨额投资 更因为这样的科幻片 在之前的华语影台 是从未有过的 而且好莱坞同类电影 也已经制定了标准 古天乐面临的风险很大 从最终的结果来看 影片上映后 各种声音不断 有人说这是一部机甲版的 香港警匪片 有人不理解 古天乐为何煞费苦行地 去拍好莱坞 十年前就拍烂的题材 从主打的特效场面来说 影片和最新的好莱坞 科幻电影 确实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 古天乐拿出了自己最大的诚意 所以当票房走势不佳时 他语气深沉地说 电影不好的地方 大家可以批评 我也可以改 但我真的勇敢地去做了 真的勇敢去做了 看似平淡 背后却有着数不尽的心酸泪 这种心酸也很少有人 会比古天乐体会的更深 这几年香港电影示威 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 除了演员青黄不接 一个更大的问题是题材重复 这些年光是一个颇好 一个雷落就拍了多少次了 而什么重案组 反黑组 警卫枪战的烂戏 来来回回就拍成了 成百上千部了 后来的长江七号 机器侠 未来警察等等 要什么是染科幻的温情 片 要么是五毛特效的伪科幻 真正的硬核 机甲科幻片 无人敢碰 但是香港电影 已经无路可退 必须走出一条新路 必须有人敢于迈出这一步 从这个角度来说 古天乐是开上者 也是悲壮的寻道者 被误解 是表达者的宿命 我想古天乐 献上了自己的敬意 古天乐并不是孤立 还有个最近的例子 吴京在2015年还是一个二线演员 拍摄《战狼》时 自己又是去部队体验生活 又是自掏腰包 填补亏空 《战狼》上映后 他也面临和古天乐一样 巨大的票房压力 为了宣传《战狼》 他也是亲力亲为 最后的结果大家也看到了 《战狼》虽然没有大爆 但是也形成了一种探索 这种探索为《战狼2》的火线 埋下了伏笔 可以说 当年吴京不走出这一步 他今天也不可能收获如此高的成就 中国电影也不太可能会打出一片新天地 《明日战绩》电影本身的特效够精彩 电影背后的悲壮故事 比电影本身更打动我 基于这两个原因 我极力地推荐这部 最后 皮哥想说 其实不是因为古天乐需要我们 而是我们需要古天乐 中国电影更需要古天乐这种 无畏开拓者的榜样 希望《明日战绩》能够得到他应有的肯定 皮哥希望能够看到《明日战绩》 二 他们注定都不完美 但这才是中国电影崛起真正该有的探索 值得欣慰的是 在影迷和网络口碑的推动下 《明日战绩》的排片战壁 已经连续五天上升 这或许会是一个好的势头 古天乐 别着急 一切才刚刚开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敬赞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娱乐明星 各位权频道